Strolling through the headlines Another crazy day Six degrees of stories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武龙虎 今天我们的第一则新闻聚焦于 中国在消化纤维素供应上的主导地位 这种纤维素是制造火药的关键成分 欧洲政界人士担心 中国可能会切断供应 影响他们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能力 然而,业内人士认为 欧洲完全可以自行增加生产 不必过于dance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加坡 该国为炼油厂和石化公司 提供了高达76%的碳税回扣 以帮助他们在面对来自中国 和中东新工厂的竞争时保持竞争力 这项措施将大大缓解碳税 对炼油厂利润的影响 最后我们来谈谈中美两国在人工智慧领域的合作 香港大学的哲学助理教授黄表示 两国应该共同应对AI代代 来得社会影响设立军事AI技术的安全框架 并确保AI符合人类利益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导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角色 尤其是在军用材料消化纤维素的生产商 5月初中国湖北省的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 导致三人死亡 这家工厂是中国第二大消化纤维素生产商 这次事故引发了市场对消化纤维素供应紧张的担忧 特别是在欧洲 因为这种材料是制造火药的重要成分 欧洲政界人士和军火制造商抱怨 中国可能会切断供应 影响他们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能力 然而,业内人士认为 虽然中国有能力影响消化纤维素的供应方向 但欧洲完全可以通过增加自身生产来应对这一问题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 都指出了这种材料的稀缺性 并暗示中国可能已经减少了出口 尽管如此 一些欧洲主要军火制造商表示 从中国的原材料供应仍然正常 但他们警告说 如果中欧关系恶化 中国可能会限制出口 此外,中国在全球消化纤维素市场上 并不是最大的出口国 泰国和德国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 南华早报报道 新加坡计划在2024年和2025年 为炼油和石化公司提供高达76%的碳税回扣 以帮助他们应对成本压力并保持竞争力 根据咨询公司FGE和伍德·麦肯兹的估算 碳税成本将占新加坡炼油商当前利润的四分之一 新加坡政府已宣布 从2023年起 碳排放量超过25000公吨的 企业将支付每吨25美元的碳税 这一税率将在2026、2027年上升到45美元 并在2030年达到50至80美元 为了缓解这一负担 新加坡政府为炼油和下油行业提供了过渡性回扣 将最终成本降低到每吨6至10美元 新加坡有三家炼油厂 分别有壳牌、埃克森美孚和由雪佛龙与新加坡石油公司合资的SRC运营 尽管俄乌战争和新冠疫情后的需求增加了炼油利润 但这些利润自2022年2月以来已减半 新加坡政府表示 这些过渡性回扣将至少持续到2024年和2025年 并将在2026年或之后重新讨论 政府还引入了一个过渡框架 支持化工、电子和生物医药制造等高排放 贸易暴露行业的能源转型 南华早报报道了 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潜在机会 上个月 中美在日内瓦举行了首次高层政府间对话 讨论如何管理AI风险 尽管中美在技术竞争方面存在分歧 但双方仍有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 首先是AI自动化对社会的潜在负面影响 如失业和社会不平等 其次是AI在军事领域的使用 需要明确的顶层指示来建立防护栏 防止AI在大规模武器和数字战争中的决策权 最后是AI与人类利益的不对齐问题 这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 确保AI不损害人类利益 香港可以作为中美在AI领域的对话桥梁 促进更多私营部门的参与 尽管中美在AI领域存在竞争 但在技术治理和伦理方面的合作 将有助于避免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环球邮报报道 NDP领袖贾格米特辛格在阅读了 以关于外国干涉的未删减报告后表示 一些议员参与了犯罪行为 应该受到起诉 辛格在国会山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 这份国家安全和情报监督报告显示 加拿大的情报部门认为 一些议员是办知情或知情的 外国干涉活动的参与者 他指出有一些议员明知 顾范蒂帝帮助外国政府 这些行为对加拿大和加拿大人造成了损害 甚至可能是犯罪行为 辛格还提到 他自己也是外国干涉的目标之一 尽管他没有提供具体细节 但他强调这些议员的行为 违背了他们对加拿大利益的誓言和承诺 《华盛顿邮报》报道 OpenAI任命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 保罗·纳卡索内加入其董事会 这是OpenAI在CEO萨姆奥特曼短暂离职后 进行的一系列人事调整的一部分 纳卡索内将加入OpenAI的安全委员会 该委员会成立于5月底 旨在评估和改进公司的模型测试和滥用防范政策 纳卡索内的任命正值OpenAI因安全实践受到批评之际 包括一些现任和前任员工 指责该公司优先考虑利润而非产品安全 纳卡索内表示 他期待支持公司在保护其创新的同时 利用这些创新造福社会 OpenAI表示正在增加安全工程师的招聘 并提高透明度以确保其研究系统的安全 日经亚洲报道 美国警察部门尽管面临华盛顿的警告 仍然热衷于使用中国制造的DJI无人机 肯塔基州哈丁县警长部门的特拉维斯库克中士表示 DJI无人机在实际操作中非常有效 帮助他们在几分钟内捕捉到破坏农田的青少年 尽管联邦政府警告中国无人机存在安全风险 很多地方警察部门仍然选择购义 买DJI无人机因为他们价格合理且技术先进 美国无人机制造商则支持立法禁止中国无人机 认为中国政府的补贴使得美国厂商难以竞争 尽管如此 许多警察部门表示 即使关税增加 他们仍然会购买DJI无人机 因为美国制造的无人机价格高且技术落后 CBC报道 NDP领袖扎格米特辛格 在阅读了一份未删解的情报报告后表示 他相信有些议员是外国势力干涉加拿大政治的自愿参与者 这份由加拿大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指控 基于情报 有些议员半自愿或自愿参与了外国势力的干涉行为 辛格在与记者的激烈对话中没有确认这些议员是否现任 但他明确表示 报告中的一些行为深不道德 违背了议员应当为加拿大最佳利益服务的誓言 绿党领袖伊丽莎白梅在阅读报告后 则表示松了一口气 他认为没有任何国会议员故意背叛国家 但他也承认报告中提到的外国干涉行为令人担忧 尤其是涉及一位前议员与外国情报官员保持关系的案例 保守党领袖皮埃尔·波利耶夫 拒绝获得安全许可阅读报告 引发了辛格的批评 认为波利耶夫不愿面对涉及其党的严重指控 这是他不适合担任领导人 美联社报道 Stelantis首席执行官卡罗斯·塔巴雷斯 在周四表达了对一些美国工厂运营不满 并承认自己没有及时应对库存积压和次优营销策略的问题 塔巴雷斯在密歇根州奥本山的投资者会议上表示 这些问题因傲慢而未能及时解决 导致公司在发货量和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挣扎 他指出秋季市场条件恶化时 工厂效率问题变得明显 尤其是在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谈判期间 Stelantis在全球第一季度出货量下降了10% 收入下降了12% 美国市场份额降至7.7% 塔巴雷斯表示 公司正在解决至少两个美国工厂的问题 并强调Stelantis的多能源平台策略 将帮助其在面对中国电动车攻势时保持竞争力 Stelantis拥有中国电动车初创公司 Leap Motor的51%股份 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在欧洲9个国家销售电动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